来关心这场三贴的车祸 台北市有三名未成年的少年 昨天晚间呢 是三贴骑机车要去逛饶河夜市 不过回家的时候 就和客运正面的撞击 有一个人当场惨死 那么车祸的现场 大量的血迹让人不忍足堵 这三名少年分别只有12岁 15岁和17岁 不但无照而且还三贴骑车 当中两个人没有戴安全帽 机车从外车道直接往里切 左转撞上了客运 两个人被弹飞出去受伤 而17岁少年的头部遭到车辆碾过 大量出血不致身亡